历史建筑台中市役所拍婚纱照要收费 而且还不便宜 每小时刚才看到了要价2000元 不仅民众认为不合理 刚结婚的市役员张家安也质疑了 收费内容不清不楚 如果穿一般衣服拍照是免费 但如果您换上了婚纱就要收高额费用 到底这个标准在哪里 红砖白色外墙访巴洛克建筑的市役所 是日治时期台中州辖下的行政官署 二十多年前就登陆为历史建筑 属文化资产 现在新人拍照要收费 民众直呼不合理 大家的嘛 那这样是大家的 如果说进去收费的话 那当然是正常的嘛 那如果说只是在外面的话 其实应该是不用的 这是市政府的啊 市政府的就是供民众所用啊 为什么要收费呢 连一般民众都知道 文化资产属公共财 应该全民共享 怎么能因为委外经营 文化局就放任厂商 向民众收取拍照费用 刚新婚的市议员张家安 也为新人抱不平 市民来拍照是最好的城市行销 怎么会要求新人付费 而且收费内容还不清不楚 比如说他有含装法 或者是说他有休息的可能 或者是含餐点 或者是含什么 可是我们看到的状态是 以现场人员来去认定 那这个认定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含糊了 在目前的标准看起来的话 会让民众完全无法知道 他到底得到了什么 网站只公告要收费 如何认定以市一所人员为主 让议员痛批太离谱 是否不是应该鼓励结婚 怎么对新人这么不友善 更扯的是 要不要收费的标准 竟然是看民众穿什么衣服 你不能够说民众来这边 如果一般拍照不收费 但是穿婚纱来就要收费 那这样子的标准又何在呢 应该我想就可能就有点过度了 因为毕竟他是室外 那室外呢 毕竟他是一个公共空间 那在公共空间这个范围内 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厂商 在公共空间这个部分 不管他穿什么衣服 不应该收费 蓝绿议员都质疑 文化局没有做好监督之责 怎么会因为委外一句尊重 同意厂商利益摆中间 市民权益放两旁